這個糖度是16度這樣子 然後跟外面比起來 然後我們還是高個3、4度 同學是用甜度計測試甜度 每顆哈密瓜的甜度都在15度以上 在師生其心努力下 大大學植物工廠哈密瓜終於成功了生產 一年可以採收5次 等於一年4季都有哈密瓜可以吃 植物工廠因為它是人為控制的 所以說一年可以5收以上 可是外面的溫室的話 一年最多3收 而且外面的溫室的話 一棵植物留一個果實 可是我們工廠的話 一棵植物可以留3棵 而且它植物可以連續生產 種子植物工廠哈密瓜最大的困難 是如何培訓管理學生的專業素養 因為學生都沒有務農的食物經驗 要花很多的時間 一一教會學生如何修剪植株 和照顧管理的方法 這些哈密瓜的話 因為哈密瓜它有一些處需的部分 然後它處需的部分 我們要定期去幫它做整理 哈密瓜它不只做整理之外 它果實的部分 所以我們也要去做人工方面的授飾 因為它是藤蔓植物 所以它要去修它的一些多長的藤蔓出來 然後還要把一些老葉給修掉 讓它長出新葉 那這樣子它哈密瓜就會長得比較好 帶大學校長吳東欣對分子生物學系師生的研發成果 佔不絕口 他說食安問題受到各界的重視 用植物工廠生產安全農作物將成為蜂巢 學校作為產業的研發基地 培訓生技的人才 為農業的永續發展盡份的心力 大藝人新聞 劉杏孝採訪報導